女孩经常逃学吃垃圾堆里的残羹剩饭 但每次考试她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 可因为身上的恶臭味 女孩遭到了同学们的霸凌 甚至老师都嫌弃她 要把她赶出教室 看到女孩如此坚持 老师没有再说话 心里想着一个总是逃学的学生 怎么可能考得好呢 然而就在放学时 老师却叫住了女孩 谁都无法相信 这个几乎没来上过课的孩子 居然考了满分 老师惊讶地问她是如何做到的 女孩淡定地说自己读了很多书 大部分是邻居阿姨从垃圾堆里捡来送给她的 听完女孩的回答 老师的态度立刻180度转变 她不仅给女孩拿来了几件干净的衣服 还叮嘱她以后一定要来学校上课 否则只能向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举报她 老师意识到眼前的女孩可能是个天才 但她绝没想到 这个身上脏到发臭的女孩 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 密西考进了哈佛大学 这是一个真实的励志故事 耐心看完可能会改变咸鱼的一生 女孩名叫丽兹 生活在美国的一个贫民窟 从出生起 她的人生就是下下钱 妈妈长期吸粉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 爸爸整日游手好闲 对一家人不闻不问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只有政府发放的救济金 可这些钱无一例外都被妈妈拿走 每当这个时候 明明父母健在的丽兹 却只能像个孤儿一样流落街头 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来填饱肚子 而妈妈就在不远处拿着一家人的生活费买为竞品 对妈妈来说 几百块的救济金根本不够花 当家里彻底没有一分钱时 妈妈的毒瘾发作 会做表现出令人难堪的行为 说的那些羞辱丽兹的话更是令人难以接受 而这时 爸爸唯一的作用展现出来 他会叫当地的管理部门上门给妈妈注射镇定计 然后强行带他去戒毒中心几个月 年仅8岁的丽兹看着妈妈挣扎的样子 无比心痛 他不得不承受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 但并没有让丽兹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他十分清楚 只有学习才是他走出这泥潭的唯一出路 然而 学校里的同学对他无情地嘲笑 让他感到难过 丽兹并不是不爱卫生 只是因为家里的浴缸早已灌满污水 无法洗澡 就像他黑暗的人生一样 丽兹几乎从来没有去过学校 只有在考试时才会准时参加 但他靠自学和邻居阿姨送给他的书 每次考试几乎都能考满分 这或许是他苦难生活中唯一的光明 他会高兴地跟正在楼下翻垃圾的阿姨炫耀自己得了满分 而阿姨也会开心地鼓励丽兹 当得知妈妈从戒毒中心回来后 丽兹拿着试卷迫不及待地跑回家想给妈妈报喜 但妈妈看着丽兹满分的试卷 却是一脸愁容 原来 在戒毒中心的几个月里 妈妈被查出染上了艾滋病 为了更好的戒毒 她想带着丽兹和姐姐去外公家 但丽兹不愿意去 她不想看到这个本就快要破碎的家彻底分崩离析 而且外公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妈妈还是无情地带着姐姐走了 然而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还会顺带把窗关上 没过多久 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上门找到了丽兹 她没想到老师真的举报了她长期逃学的情况 看着丽兹家里如此肮脏混乱的环境 他们认为丽兹的爸爸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她 要将丽兹强行带去孤儿收留所 丽兹听后顿时慌了 她连忙辩解说爸爸可以照顾好她 然而爸爸不但没有说一句话 反而还去给丽兹收拾行李 丽兹这才明白 原来爸爸一直将她视作为赘 直到她被带走 爸爸都没有任何挽留 看着冷漠的爸爸 丽兹感到绝望 她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 真正成为了没有父母的孤儿 而收容所里的情况远比丽兹想象的糟糕 这里可以说是美国最底层的福利院 福利院收留的也大多是社会上的问题少女 打架都这种情况在这里司空见惯 丽兹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就被端来一碗滚烫的稀饭烫得她惨叫不止 其他人却哈哈大笑看着她的痛苦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为了少受欺负 丽兹被迫做这里的肮脏繁重工作 可这里远比她想象的更加可怕 女孩的洗发水被同学灌满了硫酸 然而她浑然不知 听着女孩凄厉地惨叫声 施暴者满意地离开 只剩下丽兹崩溃地待在原地 她这才意识到 这所福利院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狱 直到丽兹度过了难熬的七年 找到机会逃离了福利院 但如今才15岁的她无处可去 无奈之下 她只好前往外公家投靠妈妈 恰巧碰到外公下楼扔垃圾 然而外公却把她当空气 像对待陌生人般选择了擦肩而过 急着去学校的姐姐看到丽兹后 给了她一个拥抱 但接下来的话让丽兹感到莫名其妙 还没等丽兹回过神 妈妈已经从房间走了出来 丽兹见到妈妈后 开心地上前与她紧紧相拥 妈妈如今看起来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带着丽兹开心地出去逛街 喝咖啡 愉快地聊着以前的美好回忆 这让丽兹觉得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甚至幻想他们支离破碎的家庭可以重新组建 然而 妈妈接下来的话将丽兹拉回了现实 原来爸爸因为长期拖欠房租 被送进了流浪汉收容所 而妈妈其实也没有丽兹看上去那么好 在不吸粉的几年里 她又染上了酒瘾 几乎整天都泡在酒吧里 这让丽兹刚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 夜晚 丽兹偷偷回到以前的家 透过缝隙看到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存在 她感到无比失落 可她仍然幻想 这也许代表着她的过去已经结束 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然而 现实并不如她所愿 不久后 妈妈为丽兹找了一所新学校 这一次 丽兹没有再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和嘲笑 她终于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坐在教室里 而且在这里 她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克里斯 或许是因为她们有着相似的经历 两人从认识的第一天就成为了好姐妹 她们一起快乐地嬉戏打闹 一起参加同学们的聚会 这可能是丽兹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天晚上 妈妈喝得烂醉 克里斯来到家里帮助丽兹照顾她 但这激怒了一直不欢迎丽兹的外公 外公抱怨丽兹爸爸 把他们母女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 自己都半截入土了怎么顾得过来 丽兹默默地收拾起行李 然而外公更加刺痛地说 于是 丽兹再次成为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但不同的是 这一次她有了克里斯 他们会一起在地铁上过夜 一起到街边乞讨 当无法得到钱时 精明的克里斯甚至会去超市偷食物 虽然丽兹再次过上流浪的生活 但她仍然每天坚持看书学习 即使物质生活贫瘠 她的精神却永远充实向上 每隔一段时间 她都会悄悄回到外公家看望妈妈 因为在她看来 只要父母都还活着 他们的家就还有重组的希望 然而 妈妈的身体因为长期酗酒 已经日渐消瘦 眼看就快不行了 不久后 丽兹路过了妈妈经常光顾的酒吧 想着进去和妈妈打声招呼 却发现妈妈常坐的位置上放了一堆钱 从熟人这得知 妈妈在昨天早上就离世了 丽兹听完瞬间崩溃了 丽兹听说这个消息后 强忍着眼泪跑出了酒吧 她一直跑 一直跑 直到跑回她经常看书的天台角落 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 她最爱的人走了 她无数个日夜幻想能重新组建的家也化为泡影 丽兹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 第二天 妈妈的葬礼异常简陋 没有典礼 没有牧师的祷告 甚至妈妈的棺木都是最廉价的木头盒子 参加葬礼的只有外公 姐姐 以及几位以前的邻居 然而 在妈妈入土之前 外公就强行拽着姐姐离开了 唯一鼓励丽兹努力学习的阿姨 在此时给了她一个安慰的拥抱 一旁的克里斯无法忍受 拿出笔在棺木上写下了几行潦草的木之名 这或许是她能给丽兹的唯一安慰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丽兹再也忍不住 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女孩纵身一跃躺在妈妈的棺木上 最后一次感受与妈妈最近的距离 这是免费的公共墓地 没有墓碑也没有记号 一旦泥土填平 丽兹不舍地站起身 在她离开时 不停回头观望 尽管心中充满不舍 但她却无能为力 从此 丽兹真正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她意识到不能再继续流浪沉沦 只有努力改变才能改写自己下下签的人生 而学习显然是她目前最佳的道路 因此 她只得再次拜访支持她读书的阿姨 在阿姨慈爱的帮助下 丽兹获得了一所私立学校的入学机会 然而在第一天报到时 由于路程太远 丽兹迟到了 当她赶来时 校长已经开始了面试 对于第一天就迟到的丽兹 校长助理果断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 然而丽兹只用了一句话 就让助理改变了主意 她说 这句话仿佛倾诉了丽兹所经历全部的苦难 她成功拿到了一张入学申请表 认真的填写了上面的内容 当其他人面试结束时 丽兹的申请表早已填得密密麻麻 她恳求校长能再给自己30秒的时间 看着丽兹哀求的眼神 校长答应了她 一进门 丽兹便诉说起了自己曲折的过往 她坦率地谈到父母吸粉 整个家庭的破碎 以及她几乎没有接受过真正的教育 在孤儿收容所或者漂泊中度过 校长感到困惑 问她为什么现在才来 丽兹坦言 几个月前 她的妈妈因艾滋病去世 这个现实就像一介耳光狠狠地打在她脸上 她一直以为妈妈会好起来 然后继续照顾她 也许是被丽兹的坦诚地打动 校长不愿看到一个充满上镜心的孩子被埋没 最终同意了她的入学申请 但是办理入学手续需要监护人的签字 丽兹只好去流浪汉收容所找爸爸帮忙 得知丽兹要办理入学申请 爸爸毫不犹豫地陪同她来到学校 然而办完手续后 多年未见的妇女两人却无话寒暄 爸爸看着眼前恍惚间就长大的丽兹 想说些什么 但还没等到爸爸开口 在分别的时候 爸爸终于说了句祝福丽兹的话 此后的日子里 丽兹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 课堂上 她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 下课后追着老师请教不明白的地方 晚上当所有人都回家后 没有家的丽兹留在学校继续学习 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时间 直到校长也要下班回家 丽兹才乘坐地铁前往下荫木地地餐厅 她并不是为了吃饭而去 而是必须打零工来赚取生活费 虽然非常辛苦 但她仍然抽出时间来学习 因为已经16岁的 她落后了很多课程 只有在两年内完成别人四年的学业 她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考上大学 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和工作后 丽兹疲惫地回到运行24小时的地铁中 她的生活每天都在地铁里结束 也从地铁里开始 在丽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她逐渐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有一天 校长告诉她 学校将组织考试成绩前十名学生 前往哈佛大学参观 这可是许多学生梦寐以求的大学 丽兹听到这个消息充满了憧憬 但又立刻感到失落 因为她觉得自己考不进前十名 然而 校长却说 这让丽兹难以置信 跟随学校的队伍踏入哈佛校园时 丽兹以为这一切都是梦境 高耸的建筑和优秀的同学 不正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世界吗 然而 丽兹也感到胆怯 因为这一切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美好 校长简短的几句话 让丽兹坚定了未来的目标 但哈佛的高昂学费成为了她的困扰 为此 她开始寻找各种奖学金的机会 但那些几百美元的奖学金 对丽兹来说远远不够 在绝望之际 校长助理找到了纽约时报 最新发布的一份奖学金 每年提供一万两千美元 持续四年 然而 申请条件非常苛刻 除了要求学业优异 还需要写一篇关于自己最重要的收获 和如何克服困难的论文 每年申请人数众多 只有一个人能获得奖学金 为了这篇论文 丽兹准备了整整四个月 直到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才交上去 这一天恰好是她18岁生日 如果她能通过笔试 那将成为她送给自己最好的成年礼物 而一直努力的人又怎会被现实辜负 这份大礼必定会如约而至 丽兹顺利通过了笔试 进入到最后一轮面试 为了能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 面试这天丽兹特地找到了姐姐 向她借一件体面的大衣 然而 在出门的时候 丽兹遇到了被孤儿院赶出来的克里斯 她失控地求助于丽兹 丽兹告诉她自己有一场重要的面试 等她忙完后 他们可以一起去学校上学 丽兹没有再理会她 因为她必须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在面试时 丽兹自信地讲述了自己痛苦却宝贵的经历 她说 这段话让评审们都热泪盈眶 而丽兹也成功拿到了 这笔每年一万两千美元的奖学金 她下下签的人生总算迎来了转机 获奖典礼上 有记者问丽兹是如何做到的 丽兹从容地回答 丽兹说自己是幸运的 因为她所有的安全感都被强行从身边夺走 所以她只能迫使自己向前 没有退路可言 最终 丽兹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哈佛大学 并在纽约时报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还被邀请到全国各地演讲 这个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 曾在全美引起轰动 2009年 丽兹莫里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从哈佛大学毕业后 不忘出新的她 继续留在哈佛 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课程 尽管她生活在绝望之中 但她将自己的生命演绎成了希望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但我们可以决定成为怎样的人 只要越努力 一定能越幸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